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可爱宁女的小窝 我是万万又见面了 那今天的这篇美妆日记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另外一个整理视频 就是我腮红整理的第二部分啊 我要跟大家整理的就是我的腮红盘都在这一大盒里边 那今天这一个视频呢不会非常的长了 因为我的腮红盘呢还ok不是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呢我有几个腮红盘要整理出去这样子的就是有些不经常用的 所以差不多说我们就马上开始 第一个呢我一定会留下的就是我Too Faced的这一个Love Flush Flush 然后非常非常喜欢 那这一系列的腮红呢在渐渐的这一个准备停产的这个过程中啊 我希望它换个包装换个感觉 但是这一个配方不要去改变它 自从Too Faced被这个亚栓袋就是收购之后 我不知道为什么好东西都是渐渐的要停产 然后出了一些热情发生的东西啊 然后这个呢我还是强烈可以去官网上试一下 去如果找一个你喜欢的颜色 那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是Baby Love 还有这一个I Will Always Love You 这两个颜色非常非常非常的适合我啊 大家看一下 这种感觉的 如果有你喜欢的颜色的话 然后大家可以去它的官网上看一下 其他的地方都买不到了斯福兰 奥塔都已经没有了这样子的 下面这一个呢是Makeup Revolution的这一个Face Palette 那这一盘呢我会整理出去 这一盘呢我真的是没怎么用过啊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这样子的 有这种比较nude的这种bronzy腮红 然后还有几个高光 我基本上没怎么用过 所以这个呢我会整理出去 正好我们家邻居那个小女生他想要 所以就直接给它了 然后这个呢也会就直接送出去 这是BH Cosmetics的这一个腮红盘 这个呢很大一盘 大家可以看到而且非常便宜 我是在它官网打折的时候买的 虽然你可以看到这边有pink有nude 但是很奇怪的就是 它所有的颜色上了脸之后 基本上都是粉色调的 所以这一盘 就给我们家邻居小孩玩了 然后我觉得就是腮红的质量也蛮一般的 下面呢就是 Sleek Cosmetics的这一个腮红盘 这个腮红盘呢说实话 我当时是想跟它整理出去 它是三色腮红 但是中间这一个呢是cream 但是两边这个腮红真的是很漂亮 朋友们 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 大家可以看到 试色呢可能不会太成功 但是 这种感觉 这个颜色真的是太漂亮 所以这个呢我还是留着 因为我蛮喜欢它给我带来那种妆效的 下面这个两盘呢是这一个 Molani今年新出的这个腮红盘 就是它Rose Flower系列的这个腮红盘 因为我买了这两盘嘛 所以我把我之前那个单个的那个 在年初的时候就全部整理掉了 这两盘呢我暂时都会留着 暂时都会留着 因为是我今年新买的嘛 然后我还没有怎么用 所以这两个呢哪都不会去 然后下面这一盘我当然不会整理掉了 虽然它是限量的 但是因为我真的是很喜欢这一盘 Sonia Kusak的这一个 算是一个修容盘吧 有高光 有这个bronzer 有这个腮红 那这个呢我在我这一个 希望不要停产的 这一个限量产品当中 也提过这一盘啊 包装也非常非常的sleek 非常的轻便 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产品 不知道为什么是限量的好产品 好 Anastasia Beverly Hills 这个四色腮红盘 除了这一个颜色 基本上不太用之外啊 然后剩下这几个颜色 我都非常非常 尤其是这边上这两个颜色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秋天就来了 然后我觉得非常应景 大家看到这个上色度 超级超级 这样颜色真的是太漂亮 我还是非常推荐的 可以去试一下 Truface的 这一个neutral palette 这个呢 我真的是不太喜欢这一盘啊 这一盘我 但是因为是我新买的 然后我觉得就是 这个秋冬的时候 我觉得这边这几个颜色 我应该可以用到 然后高光也OK 所以这个呢 我就暂时不整理出去啊 然后我希望 我再用一用再说 所以这个呢 我会留着 OK 接下来这两个是 ELF的这一个 腮红的这一个 Dual 一个是Matte Blush 然后我这个颜色是Rosie 这个呢 真的是蛮漂亮的 但是呢 我有太多这个颜色 而且这个呢 我真的是想不起来用它 所以这个呢 我会直接整理出去 然后另外这个颜色呢 是Fiji Matte 这个呢 我暂时会留着 然后这个里面 还有着一个高 有这个叫Bronzer 然后有一个这个 比较Malvee的 这样的一个 腮红 这个我 蛮漂亮的 这个我会留着 这我会留着 然后另外一个 那一个我会整理出去 想不起来去用它 有一个Bronzer的话 可能会 用的更多一些 然后下面这一个腮红 是NARS的这个腮红 也是一个双色腮红 是他们家的这一系列 叫什么 Dual Intensity Blush 我的色上呢 是Adoration 在这里 非常非常漂亮 这个腮红 但是很可惜 没有人去说它 因为不是每个人 都喜欢这种 比较 Shamer的 这样的腮红 但是我觉得 我们亚洲朋友 应该很喜欢这个 首先呢 肤色偏黄的话 可以提亮一下肤色 而且这质感呢 也很漂亮 再加上我们的 这一个皮肤的状况 其实比欧美的人 好太多了 以及像这种 Shamer的一上去 再加一个高光 脸上有什么显什么 所以也可以理解了 但是我觉得 我们亚洲的就是 朋友们可以去试一下 这一系列的腮红 所以这个我会留着 然后Natasha Dinona的 这一个Blush Dio 我也会留着 我这个色号呢 是02号 不对 15号 Strawberry Cheeks 各种号 我也看不懂 它是这样子的 我大家说 这个腮红 的确是蛮好用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它已经有缺陷了 就是氧化了 所以我每次用之前呢 就是我需要用那一个 硬纸板 给上面这层刮掉 然后再去用它 所以这个腮红呢 我自己会留着 但是我不会推荐它去买 就是它氧化 真的是很厉害 大家看到这个已经 这个叫什么 Hard Pen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 就是你刷进去的时候 它不上色 就是沾不上颜色 因为它已经硬了 这样子的 因为油脂的关系 所以这就是氧化 氧化的非常厉害 所以很贵很贵的一盘 然后味道也非常的粉 然后下面这一个呢 是斯芙兰的这一个 叫Face Palette Blush Palette 然后 比较秋冬的这样的一盘 然后我简单给大家试一下颜色 然后这一盘呢 我会留着 我自己蛮喜欢这一盘的 我试到这个地方的原因呢 是因为 怎么说呢 显色度好一些 因为天又阴了 大家看到颜色呢 是比较秋冬了 然后最后两个颜色 这颜色跟这个颜色 还有其他颜色混起来 真的是蛮漂亮的 然后刷子进去呢 也稍微有点浮粉的现象 但是很好晕染 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腮红盘 如果这一系列的 这一个色痛的话 有你喜欢的 我觉得是蛮值得收的 它高光那一盘呢 我已经就是整理出去了 给我妹拿走了这样子的 所以我自己只留了 这个腮红盘 然后接下来这两个腮红盘呢 就是LORAC这两个 这也是我今年新买的 我在Hootlook.com上买的 然后原价30多 然后在上面买 只要12 14块钱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漂亮 这一盘呢 是它的这一个California Dream 如果这一盘你还能买到的话 真的是太漂亮了 这一个 这个颜色很漂亮 这个颜色我当然是用的最少了 但是因为我有这一个 所以其他的类似这种 比较fusion颜色 我都已经整理出去了 这一盘我自己还是蛮推荐的 可以去试一下的 真的是蛮漂亮的 这是California Dream Los Angeles 这一盘 我会留着 然后接下来 这是它的这一个Zip Cheek 这个的就是已经停产了 但是这三个颜色 我还是非常喜欢 除了这一个fusion颜色 不知道为什么 每一盘都要有这个颜色 但是也OK了 偶尔用一下 也OK跟其他颜色合起来 所以这一盘呢 哪都不会去 如果你在Hootlook.com上 看到的话折扣 一定要收一盘 这盘当然哪都不会去了 Tomford这个Solei限量 这是我觉得它三色修容盘 出的最好的一盘 三个颜色 我都非常非常的喜欢 在这里 我希望它这个bronzer 不是限量的 这个bronzer真的比它 线上bronzer好看很多 在我的皮肤上边 试一下 这是它的高光 这是它的三红 然后这是它的bronzer 大家看到 非常非常好看 所以这一盘 哪都不会去 现在是Smashbox 这一个contour palette 里边也是有高光 还有这个blush 然后所以我就放到这里边了 本来我是想把这个放到 我的那个multi-use的里边 但是怎么说呢 因为有腮红 所以我就直接放在这里边好了 今天是新买的 我已经给大家做过 review的视频 上妆的视频 大家可以就是 我可以把链接发给大家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质量非常非常漂亮 超级超级可爱的一盘 非常非常喜欢 然后接下来这一个是 Kevin Alcorn 这一个叫 The New Bronzer 然后我买的色套是 Warm Coral 然后它这样的一个产品 就是有点这种高光 然后塞红bronzer 然后你可以渐渐 它是渐层的这种颜色 然后你可以渐渐的自己去调色 然后这本是bronzer这种感觉的 这一盘非常非常非常的好看 开关矿的质量都不用多说了 我自己很喜欢这一个 所以这个呢 哪都不会去 非常非常喜欢 那至于开关矿今天新出那个 Face Palette 3 我不会买啊 因为重复的颜色太多 所以没有必要 就一个就是去收那一个 然后接下来这一个是 By Terry 也是我今年新买的一个啊 然后就是这种腮红盘 大家看到这种腮红条形的 你这种腮红盘 就是你可以用这种 扁的这样的扇形刷去啊 就是上这个颜色 混起来用的也非常非常的好看啊 然后 接下来给大家试一下 这样子的 颜色非常非常的cream 超级超级好暈染 虽然很上色 但是很好暈染 很怕就是那种 一上色不太好暈染 那就出状况了 但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好暈染 OK 接下来呢 是这两盘啊 这个是这个Becca 跟这个Jackley Hill 合作的这一盘 OK 里边啊 三个腮红在上边 然后一个shanting pop 一个是这一个叫什么pre 什么 啊 Proscope pop 在这里边 说实话 这一盘呢 我本来就一直想要整理出去的啊 但是我 怎么说呢 它上面有这一个 三个这个腮红 我自己蛮喜欢的 然后所以这一盘呢 我会暂时再留一下 如果今年我再没怎么用的话 明年我们就会整理出去了 相对而言的话 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这一个 Becca跟这个Christian 合作的这一个 Christian Tegan合作的这一个啊 然后这一盘我最比较喜欢 是因为有腮红 然后有两个这种peachy 然后这是它卸亮的颜色 这个颜色真的是超级超级漂亮 然后这个bronzer也非常非常的好看 这一盘我用的比那一个 啊 Japanese Hill那盘要多很多 大家其实可以看到了 我就这个盘已经脏掉了 所以我真的是 自己是蛮喜欢这一盘的 所以这一盘呢 难道不会去 而且我还是强力推荐 可以去试一下 如果啊 如果 你对这盘感兴趣的话 两盘我还是比较推荐 Christian这盘 OK 然后接下来是Makeup Forever 这个 这个是他们家的单独的腮红 和高光了 然后这是我自己买的 然后组成这一盘 它这是一个单独卖的 这样子的 OK 这个呢 腮红很好看 说实话 这两个腮红很好看 非常的creamy 非常的薄 很上色 但是这个高光 大家就不要去买了 很chocky 你需要很好的阅染 然后才会有效果 嗯 跟开架品没什么区别 所以 OK 但是我会留着这一盘啊 然后Joy的这一个deal 我就不能多说了 然后 这个是他的Adore 然后他还有另外一个 诶 我们拿上来 呃 我在我上上个 就是这个 这个月的那一个 白家笔当中 我新买了一个 Rose Gold的那个颜色 这个是他的这一个 Adorable 比较偏 裸色这样子的 两个都很漂亮 一个是一种 暖色调的 一个是那种 比较偏 Coral那种色调的 非常非常好看 不会走 然后接下来是 V3R的这一个 三色旧容盘了 然后 这个说实话 真的是蛮贵的 大家可以看到 但是 呃 这两个颜色蛮漂亮 这个Bronzer 对于我来说呢 稍微黄了一点点啊 大家可以看到 Rub OK 在这里 稍微黄了一点点 但是 呃 因为它里面有Shamer 我觉得还OK 跟这个比较 Coral的这样的一个 三红放到一起 我觉得是 还OK 但是我不太推荐 拿去买这个 第一 它真的是很贵 第二 也没什么就是 没什么特点啊 就是很一般 就是很一般 但是因为它很贵 所以你也可以在 其他的这一个 更便宜的这一个 彩妆盘当中找到 所以V3R的这个呢 我自己会留着 但是我不推荐它去买 然后接下来 这个是这一个 JAPANISK 修容盘 这一盘呢 我觉得是超级 超级爱的朋友们 它这个 这个Bronzer 我真的希望它可以单独出 大家看到 这个颜色有多漂亮了吗 然后这个高光呢 稍微超黑一点点 但是你给它晕染开之后 还是非常漂亮的 然后这三个腮红 不用多说了 超级好看 这一牌如果你还能买到的话 真的可以收了 然后它原价是40美金 然后 我觉得也不是非常贵 跟刚才那一个V3R的相比 我觉得这一个会更合适一些 40美金五个产品 跟45美金三个产品 质量还差不多 然后接下来这个是MAC MAC这一个曾经出的 这一个叫什么 Nutcracker Sweet Peach Face Compact 这个就是一个高光 加一个腮红 这个高光超级超级漂亮 大家看到 但是因为这个高光呢 稍微有点Icy了 所以我夏天没有用它 但是秋冬的时候呢 我用的会更多一些这样子的 然后那个腮红也很好看 最后两个 一个是这一个 Too Face的Sweet Peach 这一个 别人可能不太喜欢 但是我自己大家看到 我用的真的是用烂了 然后中间这一个 这个Too Face的这个字 都已经被我用掉了 我自己是蛮喜欢这一盘的 可能Bronzer这个颜色呢 对于我来说 稍微浅了一些 看到在这里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 把它跟Blush合起来 就是当成那种 Bronzy Blush那种感觉 也是蛮漂亮 所以这一个呢 越用越喜欢 刚开始买的时候 我自己还蛮后悔的 我当时还说 不是非常推压去买了 虽然我现在也不推压去买 但是如果你有这一盘的朋友 你真的可以把这一个 Bronzer跟这一个 腮红合起来 就是这两个颜色 合起来 真的是蛮漂亮的 大家看到这种感觉 真的真的是蛮漂亮的 OK 但很可惜 就是它很难 刷子很难上来 你需要用一些质感的 比较intense 像这种比较 大家看到 比较intense的 这样的腮红刷 然后刷上这个产品 那最后一盘 就是benefit的这一个 叫chick parody 这一盘 这是它新出的一个颜色 然后这边是 这一个呢 是它的这个 light这一个 Bronzer 对我来说 就是废掉 然后其他的还OK 这一盘呢 我 怎么说呢 我会留着 但是它以后出这种 腮红盘 我肯定不会买 就是benefit的这一个 OK 那以上这些呢 就是我所有的 腮红盘的整理了 然后我就整理出去 这一个 就整理出去 三个而已啊 因为我的这一个 腮红盘 真的是不是很多 然后每一盘 又都有它的特点 然后所以 我整理出去 就这个三个 其他的我都会留下 然后 主要呢 是想给大家看一下 我都有哪些产品 然后简单做一下 试色 然后帮助大家 去选择这些产品了 那今天这篇美妆日记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就下篇 美妆日记 再见咯 拜拜